基隆市田辽河靠近了荆棘桥的两侧行道树 每年5月份到了陆科鸟类的繁殖季 就会形成了陆思林 景象相当壮观 但是民众如果将车停在了树下 可能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爱车会被排泄户弄得面目全非 为了避免民众的爱车受损 基隆市府交通处决定先涂交了停车阁 等到繁殖期过后再重新划设 一只又一只的陆科鸟类在树上逐潮七席 不时震动翅膀相当惬意 这里是基隆市田辽河经济桥附近 每年4月下旬开始 进到陆科鸟类的繁殖季节 两侧行道树会形成陆思林格外热闹 但随着排泄物从天而降 不仅势龙脏乱 连民众的爱车也都会遭殃 它吃炸 很炸的东西啊 水果蟲一大堆 那酸性物质很强 你如果一天没洗 稀差一点的 放眼望去街道栏杆 全被弄得脏兮兮无意幸免 其中新一路一带树下设有停车阁 民众已规定停车 回来却发现爱车淡痕累累 真的笑不出来 鸟类繁殖的气息会来扶消 停车阁的部分 那主要是避免停在这边的一个汽车 遭受到鸟类的排泄物 一个回水 虽然环保局清洁队每周都会派人清洗街道 但考量到民众付费停车 不应该承受风险 是否决定暂时涂销部分车阁 带繁殖剂过后再重新化设 不让排泄物坏了民众的好心情 谢谢蔡志恒 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